杜月笙 在外表上看的的话,瘦弱的杜月笙似乎是有些羞气,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当时上海滩都为之颤抖,就连风头最猛的三合汇也被他三个字给震住了。 三合汇在当时的上海滩也是一个很大的帮派,人数众多,实力强大。 在当时,杜月笙和一个朋友开了一家赌场,地理位置十分的优越,手艺自然也不用多说。 不过这个时候有人就眼红了,尤其是三合汇,他们的势力在当地也不容下去。 所以,三合汇就派人到杜月笙的赌场搞破坏,而且是越来越猖狂。 杜月笙本想与之和平解决此事,结果对方以为他害怕了,干脆直接放了个炸弹,将赌场给鬼了。 杜月笙本身就是上海贪呼声唤鱼的老大,那能够受。 得了这种威惧,于是杜月笙在沉思了两久之后,就说了简单的三个字,评了他,展开全文最终青帮和三合汇开战。 三合汇成员很多都在这一次行动中死亡,可谓是尸横遍野。 三合汇在这一场血风行雨中败下阵了,最后三合汇不得不从上海退出。 这件事令整个上海滩都为之震撼不已。 杜月笙从那之后风头无二,不仅是给三合汇好好上了一课,还好好地杀鸡儆一番。 自那之后,还真的再也没人敢跟杜月笙抗衡了。 从此以后,杜月笙而已迎来了自己的巅峰时期,兼并了其他几个小班会。 至此之后,杜月笙的势力盘根错节,几乎已经完全占领了整个上海。 所以说,人不可貌相,不看杜月笙瘦瘦小小的,小心他评了你。 对此,你们怎么看呢?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